好 观众朋友 欢迎收听早晨财经术解读 今天是2020年5月20号 520 礼拜三 好 观众朋友 终于来到520了 所以这一波整体护盘的一个 政治效应 或者说投资人对于政府的期待呢 基本上到今天会画下一个分水岭 那之后呢 国外基金应该还在 进空力也还在 但是后续我们所要关注的 主要影响股市能否持稳的 就要看外资何时回头了 那我们要怎么看外资何时回头呢 看疫情就够了 为什么呢 当疫情趋缓 整体的资金就会回流到亚洲股市了 所以整体我们在5月底6月初 第一关注的就是整体疫情的情况 欧美进行复工之后 有没有爆发二次感染 有爆发的话 我们就要预备好 预留现金进行W底的二次布局了 提供给各位 好 最近到的工业指数呢 下跌了近400点了 那主要还是涨多的一个修正 最直观的原因呢 还是因为这一次的新冠疫苗 应该不会这么的快速 这是华尔街的一个疑虑啦 当然还没有获得任何实质医学机构的一个认可 那当然联准会主席鲍尔 在昨天也到这个国会来做一些听证 跟随着美国山本部长梅努钦 那他鲍尔表示呢 说我们承诺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 致力于使用所有的工具来支持经济 所以等于是联准会已经表态了 你要让他跌啊 就跟国安基金互盘一下 联准会是不会让美股跌的 就是说让美股整体再崩跌一次 联准会是不允许这样发生的 也许会进行W底的修正 但是这样的一个W底一定不会如三月份 重跌的如此之惨 至少这是联准会的态度 当然如果联准会无法控制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好消息呢 是昨天底特律的三大车长 这个通用福特 还有菲亚特克莱斯 基本上全部都已经正式复工 那我们之前提到肯塔基州 是属于这种汽车零组件 组装的一个整体的生产区 渴望也在本周啊 基本上可以大幅下降 目前的失业救济金人数 所以整体美股的一个复工情形 是陆续的好转 但是我们持续关注的就是 这次的复工会不会爆发 这一次的二次感染 好那一样一样 台股的一个部分 昨天基本上还是大涨了进白点 表现是非常的亮眼强眼 我们都上周就有跟各位提过 我们每周都会做一个小总结 这一波差不多到520的时候 因为刚好是台子期节算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很有可能多军会趁着今天进行拉高的结算 当然昨天啊 因为道琼大跌400点 所以还是会有系统单的一个卖压 但是至少内资的态度很明确 所以到今天为止呢 就是一个分水龄 那短期操作者呢 其实到今天为止 我们常讲520之前呢 都可以陆续做一些部分的了结 原因就是因为 从520之后 你真的要取决于外资本身的一个看法 因为内资投资人对于股市的心理期待 就会开始下降 我们讲的不是国安基金真的会不会退场 或者说政府护盘效果会不会消失哦 因为它护盘归护盘 它的护盘具有宣示性意味 它不用护盘 也许就已经达到了护盘的效果 那么当520之后 当市场对于政府护盘的效果的效用降低之后啊 不管它有没有护盘 股市整体的上攻动能就不会太强劲 所以我们才要看外资哦 好 昨天中场是大涨119点 说在10860点 涨幅1.1% 上市成交量啊 已经放大到1893亿了 好 那我们后续就来做一下520整体 就今天整体的一个解说啊 今天参与会发表演说嘛 那整体的一个就职的一个几个焦点啊 当然啊 它提了很多两岸关系上的一些八字争言 和平对的民主对话 但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晚上看这个绍康战情事再说了 我们主要是针对哦 这一次它所打造的六大核心产业啊 做一些后续台股动能的产业的一个推断哦 第一个它一个推断产业啊 是属于这种资讯数位产业发展产业哦 那第二个呢是5G时代 第三个呢是全球医疗生物科技 第四个是国防产业 第五个是绿电再生能源 第六个是民生级物资战略产业哦 那整体的一个状况来看哦 我们最首要追逐的就是将来5G还是台湾 整体股市的一个主要基调 那接下来如果是具有官方色彩的 包括绿电 比如说世纪钢 那包括国防产业 包括汉翔啊 这一些能源产业应该是政府护盘 或者说政府利多政策下的主要产业 这个都值得后续四年 我们持续来做一些关注哦 那今天啊也是顾力熊 基本上已经调到这个官汇了 所以在昨天的最后一天呢 他开出了2580万的罚单 主要针对受险业啊 不合格这样的一个举措来进行开罚 那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老板就换人了 我们的老板现在变成了黄天目 黄天目目前来看的话 是从长论的副主委 升到现在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进完会主委的一个阶段 那待会我们根据 他过去的一个历史经验 历史背景来做一些推断 基本上 算是一个蛮正直的常务官 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变革 不过顾力熊的话 因为本身啊 这个灵活度比较高一点点 其实顾力熊任内啊 因为待得也蛮长的 所以他其实处理过蛮多事情的 待会我们都一一来做一些推断 那后续来看的话 我们会针对昨天鲍尔 在国会的听证会上的时候 根据美国接近零利率的一个时间点 来做一些推断和预测 昨天呢 国泰金也发表了线上发说会 具体具体数据我们不讲 我们只讲一个点 国泰金认为 国泰人寿认为 目前的低利率至少三年 这个这样的一个预估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待会我们来听听看 如果零利率会迟早 持续的保持三年 那么未来不是零利率 那是什么原因 我们讲零利率如果是长期趋势 可以十年二十年吗 为什么 就是差不多两三年 是两三年之后 经济会变很好 所以要升息吗 还是两三年之后 到时候的货币政策 会完全的失效 到时候我们来做一些细节的分析 好一样 我们先看一下 美股的表现 那观众朋友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可以这个 每天早上八点半 跟我们一起 在直播当中一起互动 如果你是稍晚 来加入我们也没关系 在我们直播当中 一样留言 那我如果有看到 你有非常想问的问题 都可以成为我们隔天 直播探讨的 主要的一些议题 那观众朋友 如果提早有问题 可以提前先留言 我们待会 每次节目 这个结束前五分钟 都留一点时间 跟观众朋友 做一些交流 我们不敢讲说 帮各位解答 但是就是提供一些 因为我们在圈子久了 就会提供一些 这些分析师 投资者的一些看法 给各位 做一些交流 其实 每天在这边陪着各位 这个聊聊天 聊聊财经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是 是挺好 挺好玩的 就是说 很多观众朋友 会私讯我说 有时候开我直播 也不是真的 因为 各位要知道 就是看我直播 没办法知道 今天股市涨或跌 很难 我们只能抓到一个 中长线的一个方向 这个至少 我敢跟各位肯定 我们对于中长线 是有一定的看法 和布局的 那观众朋友 常常听 其实很多的一个目击 是觉得 每天早上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战战兢兢的 陪着各位 一起了解财经实施 其实 如果各位在这种 事业上 有一个成长阶段 通常都会有一个idol 我不敢说 我是各位的idol 但是至少 我小时候 好吧 我小时候 总是有那几个idol 比如说我 从高中开始 我就听 陈凤馨的 财经起床号 那个时候 一开始高中的时候 我还是我爸爸 开车 载我去上学的 后来到大学 后来到我出社会 我都是习惯会收听 陈凤馨的财经起床号 现在比较少 但是 现在因为 他是七点到九点 有时候听广播 我就会听一下 但他大概是 大多是聊政经 比较多 不像我是 只聊财经这样子 只是说 大家会有一个idol 会有一个希望 可以陪伴着你在那边 奋斗 的一个 我们不能讲说 有idol 不能讲说偶像 但是可以讲说一个 陪伴你奋斗的人 即使不是我 我也觉得 大家可以去 找一两个 你想要 有那种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有点废话 有点多了 观众朋友在提醒我了 说 赶快聊这个新闻 好 我们马上来聊 我们马上来聊 美股昨天有一个 整体的一个消息 受到 这个 疫情的乐观情绪降温 所以道琼 下跌了近四百点 但是前一天是上涨一千点 所以算是一个 正常幅度的一个修正 因为本身疫苗 所达到的一个利多效应 本身就不会这么大 为什么 因为 这些疫苗啊 长期来讲 大概都要到一年的时间 才能够做生产 那昨天 联统会主席鲍尔和美国财政部长 美努钦呢 也出现到这个国会来做听证 那鲍尔表示呢 对于这一次的疫情啊 已经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也就是说 他愿意采取任何的手段 防止股市或者经济持续的下挫 所以这样的一个消息啊 基本上跟我们国安基金啊 所释出的 健康令 打死要护盘的情绪 这种宣誓性意味 有一点像 好 那整体的一个疫情部分 全球确诊人数已经破了四百九十万例 基本上在 这个月 不是这个月 这个礼拜 应该会突破五百万例哦 死亡人数已经来到三十二万了 美国接近去年人数一百五十万人哦 死亡人数有九点一万人 好 美国当中指数 昨天下跌三百九十点五一点一点五九percent 说在两万四千二百零六点 标普白指数下跌三十点九七点 一点零五percent 说在两千九百二十二点 那斯大科指数下跌四十九点七二点 好 那我们特别特别聊到的是 底特律呢 在昨天的时候已经正式复工了 所以后续美国的汽车产业 渴望供应链会完全的打通 因为整体美国其实陆续都已经做复工 但是当时是因为底特律啊 迟迟没有进行复工 那主要的引擎和重要零件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底特律 所以当时虽然美国整体来看 已经有非常多制造业已经复工 但就因为底特律没复工 所以产业链是断的 现在底特律呢 在今天正式的复工 渴望从这个礼拜开始 整体美国的失业就基金人数 会大幅的下降 好那台股的一个部分 台股呢 三邦的资金呢 是在昨天的时候大幅的压入 当然今天 可能外资还是因为系统单的缘故啊 因为昨天道琼大跌嘛 可能还是要释出一些台股的一个资金 那昨天前一天美股是大涨的缘故 所以主要指数涨上涨2.4% 那台股呢 在这种利多的一个发酵下 昨天呢大涨了119点 说在10860点的涨幅是1.1% 上市成交量来到1893亿哦 外资在连续5天的卖超之后 转回买超 但是这个买超 各位还是很清楚嘛 不是真的要买 它就是因为系统单 因为道琼大涨 所以台股也必须顺势加码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投信在昨天连续2天卖超之后 昨天也买超了10.06亿哦 所以整体的一个情况来看 内资的动能啊趋于疲缓 那么国安基金呢 或者说复盘的效果呢 从今天之后呢 也会慢慢的淡出 那接下来就是看外资了哦 所以整体的一个状况非常非常的明显 那当然哦 从11日起啊 整体的月线和季线是交叉向上 我们可以讲一个 第二形态的黄金交叉 表示多头趋势还是在的 那月线走扬啊 提供了指数下降的支撑 但是上方有一个年线在 所以碰到年线可能就下压 碰到年线可能就下压 那官媒哦 其实作为短期操作者的话 基本上停看听咯 差不多其实这一段也够了吧 我们从8500点一路布局布局布局到 对不对 现在520了 大概10800点左右啊 进行第一波的获利了结 我认为是还不错了 还还可以还可以哦 那后续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欧美的数据有没有明显的恶化 只要没恶化就可以买 就因为不用有好消息 你只要确定整体的疫情 没有更加恶化的话 我们可以合理的预期 未来的经济数据只会好转 不会再转坏了 所以整体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我们就停看听 看一下5月底6月初的整体形式怎么样 OK差不多进行一个可能水平震荡的一个阶段 没关系那就慢慢布局了 进行第二波的短期投资 那仓期投资者哦 你要定期定额也可以啦 但是如果是偏紧期投资的话 我就不是很建议现在要抢着要入手了 各位从8500点我们一路慢慢买到万点之后 也买了很多了也买了不少了 那如果有W底那我们就继续买 没有的话就一路爆爆爆爆爆到看到多远 就说因为整体的至少整体的经济形势还是一个好准的迹象 还没有那么快会产生泡沫破裂 那等到泡沫破裂的那一刹那 就开始进行债券上的一个布局了 提供给各位哦 那当然哦 因为谈到这个了 我们就特别先谈一下国泰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国泰金在第一季 昨天举行这个现状法说会嘛 第一季啊 整体国泰金加码的幅度啊 有五百亿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国泰金学我们 或者我们学国泰金 就是说我们整体在这场直播啊 从一路以来直播的一个 逢低买进的一个格局啊 几乎跟国泰金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方式 在第一季的时候啊 是大幅的一个买入 大概在四月中之后 我们就已经没什么买过了嘛 所以整体的一个部位状况来看哦 昨天国泰金的法说会啊 第一季是加码台股 大概有五百亿哦 那国内外的股票 合计大概是七百六十亿 所以整体来看 因为现在的大盘指数啊 是站在月线和季线之上 所以呢 只要在第一季定期定额买入的人 观众朋友啊 应该是全部是活力状态 所以国泰人寿这一次的危机录事啊 也受到整体投资人的一个看好 相信未来 国泰人寿在这一次的一个 超级过程当中啊 一定会受到一个比较好评哦 那当然 国泰金在昨天的时候啊 释出一项消息 当然这个消息是由 李长庚亲自讲的哦 认为 低利率啊 将至少持续三年 这个三年是怎么来的 他们又仔细的去做解释哦 但是他个人认为哦 这种低利率的状况啊 符合这种经济低迷 你只有经济低迷这么久 才需要低利率这么久 所以呢 经济可能整体上升的幅度 不会这么的快 可能我们讲嘛 这次的疫情会造成 Nike勾勾行的上扬 所以国泰金啊 低利率的一个情况 预估三年 其实它代表 未来两三年啊 整体经济的实体环境 不会特别的好 但是国泰金仍然认为 低利率时代非常适合 投资的原因在于啊 低利率代表着更多的资金释出 这些资金呢 没有留到你的薪水 也没有留到实体经济 那它留到哪里呢 难道贫通消失吗 不会 它都会留到风险资产 所以国泰金对于 未来整体风险资产的 上涨动能啊 是非常非常看好的 至少这是一个投信 至少这是法人的看法 供各位官朋友参考啦 当然呢 有可能还没上涨到两年 就泡沫就破裂了 也有可能 但是至少 他们的看法是这样 提供给各位啦 好了 我们赶快拉回来哦 拉回来看到这个 这一次的一个 520的就职典礼哦 今天蔡政府会发表 她的一个就职谈话 那当然哦 两岸的部分 我们再看争论节目就可以了 我们针对财经的 一个部分来看哦 这一次 蔡英文对于产业发展 会提到几个产业哦 第一个是资讯数位产业 第二个是5G 第三个是全球医疗生物科技 第四个是国防 第五个是绿电 第六个是属于民生级物资战略哦 所以我们可以归结于几项未来在蔡政府任期内啊 会比较发展的5G不用说 5G是一个全球的时代 所以不用蔡政府的傍晚 本身就是一个主流的资产泡沫的过程哦 而且是第一重要点 那第二重要点呢 我个人认为呢 会以能源股为首 或者说以国防产业为首的这些供应体系 你想想看 比如说绿电 比如说世纪钢 前阵子蔡英文要怎么样这个上任之前啊 基本上也涨幅涨得非常凶哦 那国防产业像是汉翔啊 这些航太科技哦 那医疗产业哦 我要跟各位承认 因为这一次的涨幅还是过大 所以你要看未来四年能否保持哦 有一定的难度 为什么 不是说完全没有竞争力度哦 而是说这一次的一个反应的涨幅啊 有一点偏大了 所以未来修正的格局会比较大一点点 那当然最后一点啊 是属于民生级物资战略产业哦 我们简单来讲物流业啦 那物流业本身就有一定的一个发展趋势 可是台湾的股票 相较没有这么健全 我们就不细谈了 好 那顾主委啊 在昨天最后一天哦 开出了2580万的罚摊哦 针对台新安泰永丰凯基 远东等五家银行啊 还有新光人寿 罚吧人寿 安达人寿啊 参加授钱公司呢 寄出罚单哦 总共是2580万 那这一次的一个罚单啊 主要是因为在办理这个房贷啊 保单啊 还有职借资金啊 投资型保单 这些产品当中啊 并没有很明显的透露资讯 所以这个顾立雄啊 在离开的前一天 就进行开发 开完罚他就走了哦 好 这不是重点哦 重点是 接下来上任的黄天木啊 是完全没有政党背景的哦 也就是说 这一次金管会的主委的上任啊 是属于一个常任文官的商任 老板换了 但是从过去的一个历史经验来看的话 这样的一个背景角色啊 相较进行的操作手段和手法 会比较严谨保守一点点啊 因为顾立雄本身在对于这一种 法规上的灵活度啊 是比较高的 你想想看 这个 这个原大原油政二 是不是他就进行了非常多次的一个调整 对吧 那黄天木目前的一个过去的历史背景来看的话 相较会比较保守 因为他是一个常任文官啦 那当然 绿营喜欢他还是有几个原因哦 第一个是顾立雄在金管会任内啊 其实有非常多优秀的表现 但是 绿营有非常多人不满意 尽管会针对一些个案的一个处理方式 比如前阵子大同 陆思案 或者说 袁大原油政二啊 都认为没有处理的特别好 那所以呢 顾立雄就被调开了 该由黄天木来上来 那第二个呢 这黄天木啊 是长期担任长任副主委啊 已经六年八个月哦 所以他的业务关系和民进展的关系 已经培养非常久了哦 有一定的一个默契 那如果接下来金融制度必须稳健的话 经由这样的一个人来做担任 基本上也是不错的哦 好 这个是整体520就职的一个状况啊 好了 8点54分 我们先看一下各位 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做一些交流 好不好 OK Nicky会说哦 好好找安 请问 如果之前已经把资金全部撤出 接下来的股市大约何时才能再进场呢 如果进场 建议买进哪些个股呢 谢谢 好 分为短期 如果这样来看 你可能是短期投资嘛 因为你没有要长报了嘛 所以如果从短期投资来看的话啊 如果接下来是进场 从大盘角度啊 一定要进行WD 那WD呢 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哦 你至少要跌破整体的季性和月线 因为现在股价是站在月线季性之上 所以过去一个月和过去一个季度 所购买的投资者 都是赚钱的啊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如果接下来跌破月线季线 大部分人都是赔钱的时候 就会很快速的迈入一个空头阶段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WD 那这个WD的由来是什么呢 应该不会是经济数据的不好 或者说整体的一个这个爆发这种泡沫破裂的情形 应该啦 应该是属于这种疫情的二次感染 所以我们后续是一边关注疫情 一边关注股市 如果跌破 第一个啦 月线至少要破 第二个呢 台股至少要万点以上 万点以上真的买不下手 我说真的啦 我们说八千五百点买上来对不对 各位同甘共苦哦 万点以上真的有点贵啦 好这是短期投资者 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 那么那么 我们要等待的就不是什么WD WD当然可以逢低做一些买入 但是我们要大规模出清持股 然后在进行买入的时候 是资产泡沫破裂的时候 等到泡沫破裂了 股市进行大幅度的下修 这个泡沫的破裂的原因啊 有很多种 有可能是5G 有可能是这个债务危机 有可能是本身某些产业 像我们前阵子的推测 有可能是页岩油嘛 那反正到时候 我们再来做一些仔细的判断 但是至少目前来看啊 经济要再呈现泡沫破裂的可能性 不是特别的大 可能还要在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 才有可能发生 因为现在还是一个 从谷底返生的一个阶段 提供给各位 新帝库说 不然改成夜间财经速解毒 哎不错哦 我们不是有那种深夜食堂吗 以后我们就什么 深夜财经速解毒 然后一边陪大家吃宵夜 你可能收看人数 就是只有20个人这样子 好 圈夯物说 会有一日行情吗 我不对这种短期上 作为一些预测啦 我们那个时候 上礼拜只是根据 520的状况说 有个光评可以到这一波 陆续做一些出现了结 长期都是这不用 短期都是这可以哦 然后等到5月底6月初 做一些停看厅 好不好 也看一下外资 什么时候会回归 最少外资到现在啊 就是不回来 就是不回来 就例如说 请问如果疫情二次爆发 但却不停工的话 是否就不会产生WD 这个是美方的一个态度 的确美努勤和川普 有这种意味 就是说市场上 有非常多投资者会相信 未来美国再次爆发 川普不愿意停工 是不愿意停工的哦 那不停工的状况就是 整体的医疗体系 会遭受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甚至可能崩溃 但是全球的产业链 仍然在运行当中 所以那个情况 到底是好还坏 我不清楚了 就是说当全球死的人 越来越多 但是照样在工作的时候 那个状况是怎么样 我不确定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只要一感染啊 这种恐慌性的消息 不用等到到底 有没有持续的复工 这种恐慌性消息 就足够股市进行下沙了 所以我们是针对疫情来看 而不是针对复工来看 复工是后续的一个影响 好 OK C号说 我已经在520之前赶紧分手了 也不用那么急啦 好不好 谢谢浩克金 那你分手了吗 你说哪一个部分 没关系 从持股的部分来看的话 的确我有些短期的一些电子类股 拿多一些初心了结 但是呢 我还有非常多的长期投资 各位知道 我还是有很大批的资产 是放在这种资产配置 包括债券 包括黄金 包括股票 长期投资 万点之后就完全没动过 那还有保佑部分的现金 是以防为了W底 我可以进行一些布局 那如果没有W底 那现金就 就拿去买点东西吧 犒劳一下自己也OK 好不好 陈云珍说 我想问 你怎么有办法每日早起 为了你直播啊 对不对 Sinti Koo说 听了廷浩讲解 感觉股感都变好了 很有帮助 有变瘦是不是 股票的股 对于时事新闻也比较了解 很感激 谢谢 谢谢 这个宗哲说 他聊正经 你都聊不正经 我觉得我观众朋友 都蛮有趣的 至少我们都是一群 有幽默感的人一起互动 有时我看到观众朋友 在我贴文底下留言 我都受不了 我都觉得 比我的笑话写得还要好 知道吗 好了好了 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早上九点钟 因为明天我们还是 持续来做直播 所以各位今天的问题 我一定会仔细看过 明天早上 看有没有时间 把各位的一些提问 做一些专题上的一些总结 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我们就明天早上八点半 再相见了 拜拜